登録音樂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指定 你看喔 前天台北股市跌多少 禮拜一的時候跌多少 跌404點 對不對 然後呢 昨天反彈23點 你有沒有發現 全市場的多頭老師 通通又滿血復活 不僅多頭老師滿血復活 昨天 那個多蛙 每一個叫囂都比大聲 可是你昨天有沒有發現 我就說嘛 這個盤就像貓抓老鼠的遊戲 我們空頭是貓 對不對 我們空軍是貓 然後那個多蛙就像老鼠一樣 一直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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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之前躲航運 航運躲完躲生計 生計躲完昨天躲到哪裡去 躲到哪裡去 躲到綠能概念 那我就問啊 貓抓老鼠的遊戲 你為什麼不當貓呢 這是可以選擇的喔 是你自己選擇你要當貓 還是要當老鼠喔 可是我就不懂為什麼市場上的人 都要去選擇當老鼠 不當貓 唯一一個原因 就是滿手套牢 套到怎麼樣 腳麻了 所以你看當昨天 美國股市再重挫 對不對 一路往下殺嘛 殺了又跌八百點了 然後呢 納斯達克跟非班都破底 你有沒有發現昨天晚上 很安靜 沒有多挖喊VV叫了 平常喔 那個你只要那個美股災有沒有 jadi 不管反竄也好 只是真的也好 你昨天晚上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頻道都這樣子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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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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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安靜 因為昨天很多的多瓦是這樣 看不下去了 來捆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等不到第四節了 說不定明天 說不定明天早上起來就拐上來了 拍謝 做夢 殺最底 所以啊 美股破底 殺正天 多瓦崩潰盡無聲 硬嘴老蘇 錢少賺 借問兄台賠多少 美國股市昨天在跌的時候啊 哈 你就看到有些人安靜了安靜對不對 然後不然就少數人就說 廢半大跌 欸 對不對 結果你看到有一個空頭老蘇有沒有 今天把多瓦 電子股跌升電子股多瓦 通通都補掉 笑死 欸又笑死了 對不對 又笑死了對不對 那你看嘛 比如說我們隨便舉檔嘛 你看 我倒是想問問啊 今天早上 第一個小時之內 還不是 今天早上不是開盤喔 這第一個小時 對不對 第一個小時這裡 真的是殺正天啊 第一個小時 你把股票砍掉的 自己舉手 硬嘴老蘇 錢少賺 借問兄台賠多少 我真的很想 問一下 你們到底賠多少 對不對 整天笑人家對不對 我昨天 賣掉了少賺了 也不對 對啊 真的少賺啊 3529利旺對不對 你還真的少賺啊 對不對 像那個3035支援 你看 喔 我今天早上賣多好啊 對不對 3037星星 喔 你看我今天早上賣 我可以多賺3% 對不對 好 如果按照教育老師 教育老師之前常常不是 對不對 我可能 我如果按照 因為我昨天說要賣嘛 對不對 我昨天想賣嘛 起心動念 我想賣了嘛 我可能今天早上我砍掉 假設我今天早上 真的在第一個小時之內 因為教育老師常常這樣子嘛 第一個小時之內 就像在打仗一樣 啪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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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假設我在第一個小時 又把它砍掉了 全部都 獲利了結了 你們是不是又要再說一句 嗯 又補在最低點 笑死騙誰啊 是不是 所以我說 做股票啊 準 你要專業 你要紀律 你要抗壓 我看到昨天 電子股 跌升電子股那個樣子 就是該補 就是該補了 所以你看嘛 我昨天我給我的會員 講的嘛 現在還是空投 很空喔 很空喔 尤其那個法國總統 有沒有 馬克宏高票連任之後 法國股市竟然是中錯2% 代表的是整個歐洲的情勢 是越來越可怕 BUT 對不對 做股票 該補的還是要補嘛 所以我們 手中跌升的電子股 需要適時的獲利落貸 等股價反彈再放空 昨天沒反彈啊 昨天 昨天 昨天晚上 沒股中錯啊 笑死 對不對 補掉 笑死 嘉義老師就說 我今天我會把節目 轉到網路上 我要成立 高尾老師的頻道 我就是要回歸一個頭顧老師 一個分析師 一個代會員分析師 他的本質 什麼本質 就是代會員賺錢 我心中怎麼想 我就怎麼做 我就怎麼告訴會員 對不對 然後我心中怎麼想 我怎麼告訴會員了以後 我就怎麼告訴節目上的 可是你會發現如果 很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投顧老師 沒有分析師 台股已經跌成這樣子 台股已經跌成這樣子 你有看到有任何一個分析師放空嗎 昨天甚至每個還反 還滿血復活又要 又要搶短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 想要做業績 他們想要收會員 懂嗎 我就說了嘛 我們這樣子一下補 反彈在空 一下補反彈在空 我們絕對 在空投行節裡面 絕對可以讓會員賺到最多的錢 因為你不會讓你 比如說我們剛剛就講了 3037嘛 你萬一沒有補咧 咬回去耶 一根漲停板耶 有沒有看到 你之前再怎麼空我們什麼時候空的 15號嘛對不對 對不對 對15號嘛對不對 這邊空嘛 你再怎麼會空 你今天不補 昨天不補 對不對 我們昨天不補 一根就直接全部給你咬回去 做白弓 做白弓 是不是 所以我昨天我就講了嘛 跌升電子股獲利回補 未來反彈在方 我是不是講得很清楚 對不對 那我們昨天 我們還是有空電子股 我們手中也還是有電子股 那你看 昨天這些電子股 嘉偉老師手中的電子股 被 網友笑得多慘 你有興趣你去看一下昨天那個 找盤盤中的時候那個PTT 笑死對不對 有嘉偉老師 有嘉偉老師的加持 所以 援金 特別會漲 對不對 喔 那我電子股崩跌崩盤的 都不用算 就算一張援金 喔 對不對 然後呢 就講說 欸 嘉偉老師 你的第二層資金 我等你放空 我坐在這裡等你 來來來 你等我對不對 我看到那一則訊息之後對不對 來來來 會員空 就這麼簡單 你去對一下時間 去把那一則訊息找出來 嘉偉老師我等你 好 對不對 好 你下暫停我就空 今天遠近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盤怎麼拉 甚至像星星電子還拉到快漲停板 你有沒有發現他怎麼樣都不會動 喔 還一副往下殺 是不是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 答案在歌詞裡 主理說一句喜歡 三言兩與你就投降 後來你盤中最高盤後討勞 但我只想問你一句你空過嗎 你空過嗎 是不是 昨天在問教育老師 教育老師你的另外一層次今天 你不 來來來 你什麼時候要空啊 我說好我空 你 空過嗎 空完今天就 砰 就底下來了 不就是這麼簡單嗎 這就是空投行情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空投行情你要怎麼組 坐 空投行情跟多投行情是不一樣的 我在跟各位講 教育老師現在在節目上面的操作方式 是在空投行情的操作方式 你不要以後說 等到 未來教育老師做多了 那 整個趨勢若干 個月以後可能一年以後 又從空轉多了 然後你說教育老師你不是應該是要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子 我說不是喔 做多因為它越漲越多 對不對 所以它通常會這樣一次噴上去嘛 對不對 可是放空你看放空跌下來都是這樣鋸齒狀的 鋸齒狀 所以為什麼鋸齒狀你一定要做到這個 隨時去放空 然後再回補 因為你這樣子你才可以把獲利落袋 而不會被咬回去 我們這裡放空耶 對不對 好不然空投有賺錢了對不對 今天一根 咬回去 你不是這樣想哭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直要做的是空股空股的動作嘛 所以你看嘛 4月15號我說 對不對 雖然我們晚了一天放空 但是我們也緊急把電子股空 然後把手中的 剩下的六成資金全部打出去嘛 對不對 後來呢力旺跌停 跌停 昨天我們把它補了嘛 補了之間今天3529 對不對 3529 你看 少賺啦 少賺啦 對不對 創圍 後來不是跌停嗎 你看我們創圍怎麼操作 對不對 這邊操作兩波一次20%一次32% 然後這裡放空放空跌停 獲利回補然後再空再空 然後後來跌停 這邊把它回補 操作補就這樣 強茂嘛對不對 七早八早我們已經補掉了嘛 對不對 然後轉空大亞 然後大亞轉空空完之後就 大亞的資金就是去轉圓金了嘛 就轉圓金了嘛 大亞轉圓金嘛 對不對 這我在節目上我都講得很清楚啊 你說 哎呀嘉惠老師你空圓金被擦了 說怎麼樣 大空投行情被小擦一點 一下就賺回來了 因為貓抓老鼠啊 老鼠會到處躲啊 老鼠會到處躲啊 資金會到處跑啊 老鼠會到處跑啊 對不對 東檢 小空一下 對不對 兩三天就回報 蛤嘉惠老師你都做這麼短 拜託 我不要說 什麼多賺少賺的問題 在這個盤裡面 你如果你聽嘉惠老師的話 在這一天 我說天邊飄來一朵烏雲 嘉惠老師轉空了 你從這一天3月3號開始 你把多單學嘉惠老師有沒有 一鍵停損 全出 你 我說嘛 你要不要跟我放空隨緣啊 對不對 畢竟有限就是不喜歡放空 但是你保留現金你不要做多 到今天你手中全實成現金 你到今天都是大贏家 更不要去談什麼大賺小賺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一定賺 但是我們就是昨天補掉少賺而已 對不對 那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這樣累積 我也懶得去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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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你加起來 對不對 因為空頭不比多頭 多頭可以這樣一筆畫上去 做上去嘛 空頭你必須要這樣一段一段 我難道我每一次我都拿計算機 在那邊跟你算績效每一次這樣加起來嗎 沒意義嘛 對不對 萬聖獲利回補 對不對 一粒電也是短空 破 有沒有 昨天就把它獲利回補了嘛 森達科獲利回補 對不對 所以你看嘛 昨天我們 我就跟各位講嘛 跌升電子股反彈獲利回補 該回補我就跟你講啊 力旺回補 創回補 聯發科回補 錦碩回補 南電回補對不對 你自己去看今天這些股票 昨天晚上笑我補的醜 今天呢 到底今天誰早上砍的醜啊 這樣子一來一回插一根漲停板 3037我們昨天還補在盤下 對不對 一來一回 差十幾% 這就是台北股市啊 所以我說 整天笑別人 我真的很想看看 兄台 您的操作 您的對賬單 要不要我看一下 對不對 硬嘴 老書 錢少賺 借問 兄台 賠多少 股票投資啊 就是要準 靠的是什麼 專業紀律 以及什麼 抗壓 我常常講 越多偽黑笑家衛老師 尤其在家衛老師對的時候 你看喔 賠錢的笑贏錢的 笑死人對不對 當賠錢的去笑贏錢的時候就代表 贏家還會繼續贏下去 下一階段回來 我們來分析一下我們手中 我們手中現在還有 一半的 資金是空單 因為我們還有電子股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再加航運股對不對 我們 下個階段 我們好好來分析一下 這些股票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 5%6% 27525 5%6%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我再提醒一次 從下禮拜二 5月3號 開始 高威老師的節目 就運動台經台我就會停播了 這不是什麼公司逼我的 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要分part 1 part 2 實在是很麻煩 而且我一直看到 part 2 高威老師頻道 的part 2 一直都是 只有part 1大概一半 的收視數 因為 我說一句實在話 你要我轉場 有時候那種 你本來那種興奮的熱情有沒有 雖然 第二段比第一段短 可能你就不想看 那 所以呢 我希望能夠一個完整的 因為你在運動台經台只能播30分鐘 所以我要播一個完整的 我就要全部移到高威老師的頻道 那當然希望各位可以趕快的去訂閱 因為 我看到現在訂閱大概有8000 多個 8000多個 你訂閱當然 你就可以 比較容易的訂閱按讚 對不對 加小鈴鐺 它就會推到上面去 那不然的話你5月 5月的話 你如果要看的話 你不管是搜尋高威老師 或者是搜尋 那個 陳家瑋 股市總司令 你應該都可以找得到 因為 我運動台經台這邊停播了嘛 停播了你就找得到 好 那我在這邊再講一下 當然訂閱你會比較方便啦 好 除非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你就不要看 我也不會有 少一塊肉 對不對 因為我常常講嘛 對不對 你看我的節目應該是 嘉瑋老師是把我所有的研究 而且我怎麼做 我怎麼想 對不對 我就 就在節目上告訴你 對不對 那你說 嘉瑋老師你畢業了 我就說了嘛 嘉瑋老師這麼準 對不對 你還 怕我賺不到錢嗎 對不對 我本來要買房子 這轉過來 手機滑一滑 隨便都賺錢 笑死 對不對 好 來 覆巢之下午安亂 你想躲哪裡去 你要躲哪裡去 躲航運 還是要躲生技 還是你要躲 這個綠南 對不對 現在說缺電 喔缺電耶 對不對 嘉瑋老師是不是前陣子跟人家 我很擔心現在夏天了 我很擔心現在夏天了 你看今天新聞就出來了 可能連這個禮拜都 都快過不去 備展電力只要2%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講 我說老婆我們喔 準備個行李 有點像是逃難包 我說這個夏天這樣子 我們受不了 而且嘉瑋老師現在都要很早起來 來看很多資料 我說我動沒條 我說我晚上一定要好好睡 所以我們就準備一個行李 就包著 只要我們家晚上停電 會停那種過夜的 我受不了 我們就直接 去住飯店 去住飯店 當然首選應該是美孚啦 大家美孚反正就是 去住飯店 對不對 我們就逃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股市裡面 我們要賺很多的錢 對不對 而不是任由 你把錢就這樣花掉了 不是嗎 到今天為止還在講貨櫃山雄 營運看望 我實在是 我不知道講什麼 你看這慧陽 從 4月19號來講 我每天講 你看這是不是出貨第一天 我畫銀光筆 收盤就要畫過來 銀光筆 智商追的全部套 禮拜三出貨第二天 禮拜四出貨第三天 禮拜五出貨第四天 到禮拜一大跌 差一點跌停 出貨第五天 蹦下來 昨天 又開高走低 收最低 出貨第六天 那你說今天會一樣 可以問一下 喔 教育老師你出貨六天了 對不對 跌六天了 也變賺錢了 那今天呢 好像還好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段在拉的時候 電子股拉很兇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也是從這個高點 又開始慢慢往下走 那你說長榮 陽明 萬海 對不對 萬海本來快要破了對不對 對不對 昨天萬海就破了 昨天萬海145破了 破了前滴啊 那今天萬海2615 稍微拉起來 問題還是破啊 還是破啊 對不對 那你說 長榮行 前幾天在跌 禮拜一跌404點的時候 不是曾經反彈嗎 不是曾經反彈嗎 那反彈以後呢 反彈以後呢 我看一下昨天 長榮行 開高走低收最低 然後滑行 開高走低收最低 然後所有人 對不對 升級也不能躲了 追了也套牢了 然後呢 跑去躲哪裡 躲綠呢 然後很兇喔 喔齁 家衛老師你被尬了 喔是喔 是喔 家衛老師你的第二層資金呢 什麼時候要空 欸對 我聽到你的呼喚了 我空 我空 今天比較大賺錢 看一下綠 最後說吧 喔 幾乎收最低 有沒有打貨全勝 所以我就輸嘛 對不對 硬嘴老輸 錢少賺 借問兄台賠多少 真的啊 不用這樣一直嘴 我們要的是 不斷的去提升我們的勝率 對不對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股票市場 當成提款機嘛 當成提款機啊 這樣不是很好賺嗎 對不對 你拿五百萬出來 一趴就幾萬 一趴就五萬耶 對不對 萬一一根跌停板下去 五十萬耶 是不是 何必呢 準 對不對 專業紀律抗壓 所以你就看喔 台北股市今天跌到這裡 今天最低點多少 16219 你看到現在底下這一堆紅K棒有沒有看到 通通都是我們大家的退休金 你的退休金我的退休金 通通拿過來擋 然後全部賣給外資 空林七蛙跟空八蛙早就已經大獲全勝了 對不對 覆巢之下無完卵 空投大屠殺 這只是剛開始 我們明天見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有關 Like, Like, Subscrib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